这PPT做得好呀 也是因为你师父 可你师父他就愿意对我好 那能怎么办呢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 在舒美的认知时间都比我长 说是培训 其实是帮大家巩固一下 LISA的品牌文化 为LISA的上市做最充足的准备 那我们开始吧 好 首先我们说一下 LISA的品牌故事 它其实是一个认识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的 认识的故事品牌 其实是会有 认识的故事 本来只会是吧 拒绝与底的姿态 去面对是忘怀 迎走命运最好的安排 爱 真是当大执念的 每个谜底都会解开 我终于都明白 袁总 陈总 副总找你 好 我知道了 含有阿尔卑斯纯净水温 所以它的判老效果是非常好的 也是我们主打的一款产品 贼子 过来 副总 找我什么事啊 你来说吧 走 下面呢 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品牌设计 什么情况啊 准备得不充分 还不如散会呢 谷乔姐不会是自己做的PPT 自己都忘了吧 人都紧张 不记得很正常 所有的奢侈品都会非常强调设计 工艺和细节 综上 我们不难发现 所有奢侈品都非常在意三个点 第一 产品设计 第二 制作工艺 第三 细节 这个细节不只是产品本身 还有就是我们的服务层面 希望通过今天这个培训呢 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LISA的品牌定位 在今后的过程中 希望大家拿出最好的状态 服务我们的消费者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一会儿再接着讲 现在连表面功夫都不做了 有那个必要吗 你说得对 我进公司是因为你师父 吊岗也是因为你师父 这PPT做得好呀 也是因为你师父 可你师父他就愿意对我好 可你师父他就愿意对我好 那能怎么办呢